那阿仁还是 不是那个是明智打法的刚才 是M的是那个成功人士标配 然后旁边的这妈妈哈哈是那个阿仁 阿仁是飞助人 阿仁是看下用什么角色啊 这个居然用 红王红舞妈妈哈哈 哎呦妈妈哈哈其实这个版本不强啊 不是不强还行A级这个那种 就没有没有那些那个超S级的那个水准啊对不对 那阿仁开场的牵制打得不错啊 两次那个M的前冲都被妈妈哈哈直接突进打回去了 是 那M的话到现在为止 就是上鹰 上鹰躲开了下段 是啊刚才有个跳鹰成功啊 跳跳过了鹰以后打了一套 雪亮追上来了 哇这个力回好漂亮 有点像街霸的感觉 虚幻打乱动的 虚幻你暗键暗通了他就 是啊 你自己就打你漏招啊 对 那人这里有个板边打到一个跳路 但是打点有点高 没有形成连招 对 这里被 还是被M的一个点 虽然可以连招啊 对 看很早暗键 首发的话还是库拉更不错 现在名字换回去了 现在没有打反 对对没有打反 对现在是对了 2P是2P是2P是2P的 随便M的导播切了一下就没有打反了 那 诶这里的话是 一个指令头投完了以后 阿仁刚刚上场的这个红丸有半血的领先 左右折哪一边 然后这是一个下行角 战清晨CD的复合 是 CC打完以后 现在阿仁的血量领先很多 但是库拉有两星啊 哇 今天缺反 这个差招漂亮 对 这个是肯定缺反的 对 只要你出了普通的反摇轻角 是 直接指令投资100% 嗯 就直接缺反 不用等你 对 不管你派生什么东西 不用等你派生直接就是 不管你派生什么都会做 中间不是异反 中间 然后双方的中间角色出场了 就是红丸 阿仁的红丸对M的这个K啊 其实这个版本的K算厉害 但是你要发挥他的所有性能 非常难啊 因为他很难 很难打中人啊 老实说 他需要那种牵扯 就是发波声龙 有点像波声啊 就是波声角色吃力魂啊 对 有点像波声角色 吃力魂啊 对 吃力魂 要你一年 双方雪的还差不多啊 哇 这个Flash可以打中啊 对 哇 阿仁把所有能量都 用来Flash 用来Flash 用雷光拳加气啊 已经没有气了 哇 你看打乱动 还真是打中啊 哇 缺乏 没有带走啊 因为资源真的没有 因为没有资源 哇 连段失误 很少见 我第一次见M连段失误啊 新版本那个跑的距离不一样 然后一下没有适应过来 那 这里还是被阿仁拿到了领先的优势啊 阿仁是一个半人打M的最后一个角色 最后一个角色八神 我觉得八神这个角色厉害就厉害在 只要他有能量 他随时都有可能翻你牌 刚才小孩一百血发两个人 啊 真的吗 打摩托王吗 是啊 打那个Moto King 打摩托王 摩托王的第二个人已经把小孩打剩一百血了 我们第一个人打剩一百血 然后一百血打两个 哇 是吧 这果然是斗那个EVO级的大心脏 极限翻 对对对 看出八神的角色比较成本 对 翻盘特别厉害 只要有资源了 摸到一个青角就没了 就有他的稳定性 是 哇 八神的一个晋升大升龙升重 他想后后过锅吗 阿仁是瞬间被打掉一个红丸了 打掉红丸以后现在是 也没有瞬间吧 哈哈哈 开场以后也是落后了 那他没伤许 那他没什么伤许 哇 M的防守很有耐心 是 从来不会凹升龙那些东西 阿仁的AD滚抓到了 抓到一个暂低 机会来了 阿仁直升带第三把血量先反抄 他有一个能量 还可以确认一次 阿仁把血量反抄了 哦 带走了带走了 伤害太高了 哦 居然生龙失误 生龙失误 诶 没有受伸 不能受伸吧 刚才是不能受伸 可以受伸吧 可以受伸 刚才自己完全没有想到 应该没想到 所以刚才没有放松弹漂亮 双方各有一点点失误 阿仁打到一个战兮 但是 B系联 机会 阿仁翻盘 阿仁翻盘 厉害厉害 也是一个 双方各有失误以后 马上冷静下来是很难的 这个东西 确定马上冷静下来 感觉M有点手紧 就是很紧张 连续两个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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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特别紧张 希望他可以调整一下 包括刚才的一个 三个气的失误 是 三个气 生龙 生龙 然后奥义 结果变成了下清拳 我看 那1比0阿仁领先 MR领先 4000冠军 好厉害啊 对0比1 1比0领先 阿仁 其实阿仁昨天跟我说过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 他说 为什么有些选手 住在五星级的酒店 然后我阿仁又住在四星级 然后我说阿仁你是他们解说住四星级 你现在是解说 然后那些选手住五星级 大口小孩啊 那个M他们是选手 那阿仁说他妈的 我就要让他们知道 四星打五星到底有多厉害 对他他说我就四星打五星 传说中光脚都不怕穿鞋了 我明天就教育他们 所以他就五发的没有事了 一直在那里练习 对对对 那是不是真的 真的挨兵地盛啊 就是他看 对恶狼传说 对对对对 好那这里的话是 我们在说的时候阿仁还是被拿下了首发的角色 对 第一个好像不太好打 对对 不管你用什么角色 我觉得除非你用酷辣对酷辣 对不然打酷辣都可能有点难打 刚才的妈妈哈哈也是被拿下了 那就是要红丸打酷辣现在 可以看见M的力回更谨慎了 一动龟的精髓已经淋漓尽似的感现出来了 一动龟大家知道吗 动态龟 对动态龟一动龟都是一样的 这个左右折哪一边 阿仁的一个发型没有打中 想压起身直接被青森龙对空了 抢空抢不过继续被折 其实我觉得红丸打酷辣还是蛮好打 差不多吧不能说好打 五五开吧 跳踢不好抢 刚才连续被抢空 那阿仁大概掉了三百血吧 大概掉了三百血 不过加回来应该也可以 加两管 是啊就是说加两管他就掉三百了 就掉了个三百血吧 这个M的这个K 双方的中间对决啊 红丸打K其实也不是太吃亏啊 也不是太吃亏 这个是一个失误啊 这个跳C是怎么回事 这个跳C是怎么回事 哇这个连段好稳啊 是啊前A 非常稳 站A灰空了以后 前A然后发波的大连段 直接前中角 中断破防 这里阿仁被打了一个P 然后只是这样手底的火舞啊 红丸的腿还太短了 红丸的腿太短了 那就没有人的腿长了 好阿仁现在第三个 阿仁现在第三个 他说的是扣中的跳跌 那跳跌不是短 是比较横 他是横向判定很远 红丸的跳跌 判定力来如此啊 是 看阿仁的这个 这里被打了一个BC连 然后连完这个BC连 又被M抢到一个跳CD 阿仁的左右折到哪一边 折到以后带必杀哪边 起身抖两下神秘套路 有没有 这个没有啊 这个压起身原来是 我还以为有什么套路 抖两下神秘套路 这次又被解头了 那阿仁的血量是反超 但后面还有个八神 所以不能用太多的资源 跳CD压制成功 我发现这个版本 跳CD打康了以后 你很难接招 你只能第一时间接超B K的话可以接反摇角 所以他的输出比较稳定一点 K比较稳定 那这里来了一个更稳定的八神 四星八神 看阿仁也没有机会了 好直接B杀 可以了 这个两个能量的 现在没有资源了 是 好 防中段防得非常稳 看见没有 基本没有吃过中段 哎呀 两发确认B杀吗 带走了 这个反应可以了 两发 就两发下B 下B站B就直接就是B杀了 打在900血的角色身上 真的还蛮疼的 对 那这里的话M也拿回一盘 那双方打成平手 回到整个起跑线 对 双方又回到同一个起跑线 阿仁陷入了沉思阿仁 好 双方都是 成败在此一局 大家都不想那么早的 掉到败者 对 好 应该是换人 是阿仁有了换人的机会 调整一下节奏 调整一下心理 相当于是 给自己一个小的暂停 阿仁选了K 然后马马哈哈 不知火舞 好 那就是把红娃换下 阿仁也换了个人 就红娃换下去了 对对对 没有想到阿仁居然会用 这么主流的角色 他会用K很少见 是 他会用这么强的角色很少见 K其实 你说强也不强 你说弱也不弱 你说弱也不弱 明功绝 明功绝 明功 他因为阿仁的话 冷门绝他会很多 但是他应该 这里应该是考虑到 你欺负世界冠军 应该欺负不到 他看不懂 他可能什么角色 他都会打 你可能欺负不了 他看不懂 好 可能他是为了对射 他的哭了 是 首发的K 对首发的哭了 K因为首发的话 会不会支援太长 对我也是这么说 好 开场就直接被 是 跳的操纵机 摸到了 这个抢空抢到 哇 用的是险招啊 直接拼啊 真的是 灰空以后就是中断 对就是中断 跟你拼啊 这个 骗到 这个小波骗到 看到了 在这个级别的高手里头 你如果用大跳的话 对手肯定是可以升得掉的 都是小跳强 从这个小跳都被伤掉 M机身不断的抢 刚CD 挖了一个能量去刚CD 对 就是要守住优势啊 所以M有一个能量的话 他刚才机身 如果你被他抢招成功的话 他就发抵心 效果不错 效果蛮不错的 是 他人的这个牵制不错啊 不到往后走不来了 好就是丢波 然后前跳偷袭 然后再后后发布 一动态龟啊 哎呀 漂亮了 这个连段漂亮 漂亮了 下B直接确认了报BC 然后站起来连招啊 想不到 那连中以后直接带走 有效啊 这个换人有效 非常有效 这个换人有效 如果可以拿下他的哭啦 就可以证明 阿联的这次换人是一个很成功的 对啊 而且伤血不多嘛 你看他伤了血也不多 但是他拿下了那个 手发的哭啦 好现在就要讨厌世界冠军了 能不能实现阿仁的说的四星打五星啊 四星级 四星级对五星级 好这下阿仁抢招了 是 EX的波 EX的那个乌鸦 是 那个叫什么东西 那个发波 对EX的波 被防以后 K是先动的加真的 你不可以抢招 哎呦没有伤血啊 你看那个 那个 马上就稳住了 M的K上来马上就稳住了 他没有伤血就拿下了 M的K是真的很稳定 但起码阿仁这个是个成功的患者 那他打掉了 打掉了库拉嘛 拍掉了 紧掉了他的手 对 那就是看妈妈哈哈能不能打K了 那阿仁自己的计划当中 本来就是用妈妈哈哈去打K了 看打得怎么样了 应该也是用的游击战 对也是打游击啊 然后双方都是一个牵扯 牵扯中找机会 跳波成功了 跳了一个波 哇要用多少支援 这个伤害 这个伤害大概也有400 接近400 一个7的一个PC连 打完 哎呦再把电队 哎呦 这个女生还要成功了 这个 好所以说比赛的话 都有各种各样意外 是 你可能看MR连招失误 应该是个大漏 没想到 他刚刚那个闪神故意的 那个闪神故意 没有其实他是反向 反向角反向角 会打出闪神来的 会打出闪神来的 血量还是阿仁领先的 我会必杀对抗 哦 两个能量 这个真的快 这才刚刚离地 那K才刚刚离地 只要你离地了 他就已经按键了 马上确认了必杀对抗 直接摇了一个 两个能量的必杀 这个漂亮 好啦 现在讨厌世界冠军的时候了 二打一啊 八神二打一 好看看世界冠军 为什么可以坐五星去酒店 八神二打一好像要成功了 你看这里的话差不多满血 好第一次中 但是他不敢 妈妈哈哈必须要打出伤害 现在哎呀没有打出来 那 哪怕哈哈是 只是完成了任务 没有超额的完成 就还是要 双方打最后一个人 看最后一个人 打的怎么样 最后一个四星对五星 双赛点啊 对 吓得我都不敢说话了 是好紧张 好紧张好紧张 现场的气氛也是空气凌洁的感觉 好是不是 一个大漏啊 骗了一个抢空 二人把边的VC连打完 哎 还有折 打个中断没打中 哇 这个生龙也是需要胆量 我断了一个神 这个神神不中有可能被打死 骗了他一个挖下断 然后这个版本八神的摆得判定非常好 对 持续性非常久 那八神的伤害也很高 直接把二人打到只剩两百血 噢 血风指命头没有 神一样的跳波 哎 阿神小跳过掉只剩两头了 哇 直接带一个绝型 带走 哇 带走了 带走了 漂亮漂亮漂亮 四星打五星 雄星跟雌星的对决 但是 我都讲真的 这个对决其实都很强 都很强 这组合其实都很强 是 哎 你要看宇宙草 对吧 已经上了宇宙草是首发的 他习惯就是首发的 因为宇宙草是零支援 上来就干了 零支援 好 左一转哪一边 这个对决 边跟 大宝剑打了宇宙草 大宝剑其实防身技不多 被激身了以后 但是你如果被他拉开 距离你进不了身吧 那你平时在看他们两个对决的时候 打到五五吗 还是 他们两个对决的话 会宇宙草赢得多一点点 因为他们打的话 会宇宙草赢得多一点点 就是光第一只这样 对 第一次小虎来广州的时候 小虎是碾牙 就是基本上除了小孩 基本上没有人比 赢小虎 那第二次来的话 因为宇宙草已经练习了 早几个月了 所以现在的水平的话 是宇宙草 他的平时野战的赢面是大一点点 比赛好难说 抢个二对不对 宇宙草 回去要不要跟世界冠军合影一张 拿个相框表情来 传给紫苏 我觉得他还要跟我拍一张军 对对对 拿回去 拿回去 但是不要听就是这个世界冠军被我打死的 这个小虎一条二有没有 一条二大宝剑一条二 那不但拿下了宇宙草 还拿下了宇宙草第二颗的K 那宇宙草只剩下一个八神 一个五星八神 打的是满血的大宝剑啊 我有这里有个失误 下断以后的一个失误 有点点的 有点点的手伤 上场了以后手不弱 哎呦这个神版有后后 然后确认到的那个小虎的一个中断打工 直接就必杀确认 哇这个好漂亮啊 刚刚的那个中断可以取消了吗 怎么会直接打到下方 那一个是站中脚 啊站中脚不是中断 很骗啊 这很骗啊 他动作好笑啊 那这里小虎还是没有放弃啊 想办法用大宝剑看能不能打一颗气的伤害 哎呦呦 又不报BC了 要把那个气省下来 全力要省 没错 是 气的话一个都不用啊 那宇宙草的话也是很小心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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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被打了一个吓死也还好 在空中中中啊 没有形成连段 这个 哦小虎说真的 也打得很沉稳 是打得很沉稳 那 人这是前三稳稳啊 哎没有啊 太难了啊 我跟你说人家要在打 那些是大目观众说的 那么 这里是要八神一打二吗 是打狮娘家火舞 一打二 八神资源还算足了 比较足的资源 但是师娘的爆发好高 是不是 还有机会 两个气打死一个人 对 八神真的哦 这个相当的有翻盘能力 摆第三支很可怕 是哦 后面有压制 哎呦这个 小跳过去没有按键 直接打一个中断 机会 哎呦阿虎也被骗到了 那八神越打越多血啊 八神差不多打满血了差不多 哈哈哈 有机会啊 是啊有机会啊 那剩下的是 阿虎的 不知火舞 然后对阵的是 五星不知火舞 啊对阵的是 一星的八神啊 一个对方 哇 这什么东西 啊这里一个是一盘 啊 空中的一个瞎杀小虎 还是有很大的领先优势哦 还可以的 但是支援已经用光光了 支援力了 哎呦 带走啦 这个带必杀可以带走 哎呦 没打完啊 刚才那一套 他不是他要换边用绝招 哦 这就是一个失误哦 失误 好一个跳CD 然后宇宙潮的血比 刚才少了很多 这个对局就是 刚刚我打的那个对局 对 其实这个对局哦 哦 不足 真的 不就好打了 哦 这个后跳被抓 极限翻盘有没有机会 哦 哪边看起身的六折了 还有一个7了啊 大口 啊 CD反被防住以后缺反 哇 又是一个极限翻 今天大口小孩都搞了一个啊 大口搞了一个 小孩也搞了一个 八神的极限翻 都是差不多空血拿下的 哦 大口整个信心都来了 内裤都 内裤都紧起来了 拉紧了 厉害了 那这里的话 各自一个极限翻盘以后 一比零当时 一比零四大口领先了 现在本来是一个阿虎领先了 二打一的一个局面 这个下中角漂亮 附带一个下中角 一个中段防住 这个不能缺反 所以他中段两段以后没破绽 对啊 对啊 还有一个 大宝剑打宇宙草这么好打 每次都是好大的优势 对啊 一个 直接拗了一个众生 拗中 然后是血量 还是小虎领先 爆皮席 哇 哇 又是大宝剑 应该这么说 这个小虎打 这些角色好像挺有 挺有对策的 是哦 就是 反正你的角色是抢攻的 我就抢防守 我就防守 我安定防守 再来 小虎都是拉开距离 慢慢打的那种类型 没错 他这样没玩上过的话 我觉得还挺快的 拉开距离撞球 对啊 来 这一下漂亮 对 有没有想要给他屌皮呢 有啊 他还要玩具 直接用力杀了 这次要把他打空血 空血以后 这里小虎起身 抢头抢到 哎 这一下他想跑摔 我猜 没有用 根本就是追滚 中两个而已 这下 真的是 神刀啊 想踩脚子 直接插招了 插招了 什么 想踩我脚子 我看见你了 我看见你了 这下真的是打 打这个对策了啦 是喔 十两开场就买了三个气了啊 哦呦 这个要走不下段啊 他那个 宇宙潮的反应好快 你看这个小虎 不管 不管三七二十 他就是把支援 先爆掉 因为他要有爆气的能力 他不要气在身上 我看见你了 今天 比赛开打之前 小虎一直在练习模式 应该有很多神秘套路要打出来 这个带走了吗 没有带走 他不要带走 这很危险啦 我玩十次带齁 都是 十次 都是一点一点来省的啊 哈哈哈 那这里小虎接近一打二啊 打的是大口的八神 但是大口八神 那才一直接下来一打二翻盘的 所以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起身 哇 等一下偷下断头板 不管啊 先抢鞋了 支援再起就好了 鞋不要中了 鞋比较贵啊 哈哈哈 现在末后的时候要抢血很重要的 哎 这一下 小虎原地为什么要按一下键 然后这一下被打得好惨 哎呦 这算是 很 他要把自己弄掉了 大口不断地在斩 支援还在斩 BC以后左右扯大口 AB滚直接被追打 这个AB滚 这个 感啊这一下 感啊 很感啊 因为自己只有一个人还敢 那这一下 凹中就直接进入第三局了 那就是 进入第三个人了 火舞打八神啊 刚才 大口就是这样一打二了 所以我才说 不能掉以轻心啊 哎 再来 看大口怎么去对色他的支援 火舞 打火舞 打火舞是需要 需要 需要 八神打火舞需要耐心 一个一下就好了 可能性哦 是 因为火舞拉开了以后 你大神不敢在那 八神不敢在那 后波 接力回 哎哟 跳入成功 有两个气 带走 直接带走 这样省一点 省电一点点 这个还是继续来 来 双方都没有换角色 直接用原来的角色 我觉得先打赢第一支的 他们啦 他们两个啦 真的 差很多 而且 而且 你发现宇宙草的信心很足 他的草已经连输两把 但是 还是要 我手发我就手发 对不对 我不信我的草会输 对不对 还是手发 你捕魔机来说 该换我啦 哈哈哈哈 对对对 你该换我啦 正常机率来说 对啊 我就算我玩的是捕魔机 也应该到我赢了 对啊应该换我啦 对 他现在装的调整 这个 这个来压轴真的是很 这个打败漂亮 在接近马爹的位置 打到一个立枪 那宇宙草也没想到 这居然可以进去 哇 哦 起身一个神奥 奥中了 狭打最断被小鼓的下一代 带走了 带走了 这一个带走了 有一个气喔 后面 被死了 被死了 被死了气死了 是敢生必杀直接带走 带走 草地这个打到一次 真的 伤害好处 然后打不止 伤害主了 就泡个面回来 他还在空中打 真的喔 真的很溜啊 就 这种年代最讨厌的 不但拖时间 而且还加次 这个星星整个一直靠你是玩的没 是啊 再来 跳滴 不断的进进 其实宇宙草反应快 他一般都是冰法 然后就是如果你真的打中杉 他会反应站起来 这个 哇 吃两次真的很不好打 我觉得 吃两次就像显说的 我觉得 是很怕可的角色 刚刚好 遇到马边 起身压制 哇 就抓你AB 这下漂亮 这下就抓你AB 刚才是麦洛洛的 麦洛洛以后就是一个wholeAB 直接抓他的AB 这下漂亮 很漂亮 抓到小虎的AB 然后四秒也负血 你少少一个CD打中 哇 没有人没血会不动啊 一个生龙就可以了 你滚你滚啦 对啊 你滚到我刚才才打的AB 你敢不敢 对 来 来 第三盘了 这下我要稳下来 五科技还是很有机会的 其实兄弟们不敌 真的啦 谁辟谁赢 最主要精彩 真的 最主要精彩了 真的都 很难讲 真的很难讲 五星都不出火舞 还是有机会 这里蓝雪拿下了宇宙潮 那他也是火舞一打二 这次换小虎要一打二 没有人说 这个玩游戏有问题 没有可能 对对对 出本 这个姿势 基本上 这个系统越来跟这个街霸舞 是不是有点像 是自缘的故事 就是谁斩自缘斩多的 然后摸到的故事 对 开场五星的K 打了一靠 哪一边 大口 大口的K 打了五星火舞 打完以后送大口 就要有 换局 不要放棄 小虎 这里也是 来了一个半血的大连段 把血量追上来了 哇 这下暴躯 再中几 再丢 还有 我在丢 结果好奇 他的战子成功拿出来 没可能车上带这么多靶 来了 一个大声楼 这个大声楼 打完以后 应该是 大口的血量领先 而且小虎 是一个扰量 非常不利的一种 小虎 小虎不断了 张迪板 大口的 哇 这个张迪对他 这很难讲喔 他好像也有三个技能支援 八神对手的火舞 这个 小虎的火舞 只有350血 还是有机会 有机会 这个有点手抖 这一下 这一下跳拨成功就没有了 这一下是 直接预判 小虎也打得很近 我跟你讲啊 这种高手对决就是 对不对 短盘啊 这不好说啊 真的很难讲 那小孩开场的 成功人士标配啊 成功人士标配的 库拉开场 然后这里对的是 呃 也是管车最强的游女 这属于 干啥 有点 有点 哦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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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指令头加气吗 那才原地的一样 有点 小孩的一个BC连 库拉这个BC连 打完以后 水鱼还剩250血 哇 没气啊水鱼没气 大家都没气 这个下青鱼跳众手 真的很脏啊 哈哈哈哈 他那个 跳起来那个 嘴部手已经挂在那里了 他那个众手向下垂一个 好快 又被他垂住了 哈哈哈哈 那结果还是小孩 大概只用了300血 就拿下了水鱼 300血不到啊 就拿下了 水鱼的这一个 第一个角色 再来看水鱼的 二階堂 他怎么样 来了这里一个虾皮 暴君丝 一个香杀 香杀完以后 现在双方血量差不多了 小孩的一个相关元军 从那个相关打中 红完这里先爆BC了 真短了 小孩好沉稳啊 是 但是比较讲的更紧练一点 小孩也很不要 小孩也很不要 对不对 这下 有 带走了 我们玩了一个 后面有一格气 应该带走了 都不用气 都不用气 这么伤吗 二階堂很溜的 就是一格气能打400多 小孩笑了 这伤害小孩也对了 一格气能打这么多 真的 打400多 这九角的 只是他好像 他比较容易摸中 他红完要摸中 你比较容易 先是 直接跑 左右 哪一边 小孩直接滚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步骤 但是如果刚爆去起来 更漂亮 如果不小心滚到往前滚 会怎么样 会被打 真的 对 这一下 缺盘 不要再被折 我一人你信 哎呀 这个是我 这果然是广东的好朋友 一人你信 大家不要 下去不要吵架 编着两套好朋友 也编着两套好朋友 連段了 你输我也不打死你 对水鱼来说是相当的伤 相当伤 剩下手底的金管掌 金管掌要打的是小孩的K 一个满心的一个K 压车反边 再压 抓AB啊 这个就是抓你AB的 所以他都没发波 然后他就滴出去了 就是我 其实他前面有爆炸 没有讲出来 这个很痛啊 完以后再压 持续的角招以后 什么套路 再压 一个骗子摔啊 他是要骗他觉得 骗到了 可是他蹦走还挂在那边 那众手K 打到立下的位置 好厉害啊 好远啊 那这里也没什么伤血 就拿下了K 那小孩子 剩下手底的八神 那是五星八神 这输出有点高啊 右边的板 一下就好 真的 真的一次就好啊 打中的话一次就好啊 一下就好 直接带走 这就是资源的 这个可以吗 这么远的一个对空 可爱啦 做坏了 瞬间时间站 这种通常都是在 什么片子看得到 黑客地活啊 还有另外一种啊 比较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时间 平 太厉害了 我个人觉得 八神这个角色 还是有一点点修改 如果他刚才没有按键 他这样对能对上吗 可以 一样对上 哇那做坏了 好像看什么电影按上去 厉害了 真的喔 我是这样觉得啦 太厉害了 开场了一个水鱼跳入成功 好 我来 好兄弟 那先叫你编割 我先去厕所一下 行行行 没问题 等一下就回来喔 好 那现在阿仁 阿仁因为接下来有比赛要打 所以的话 先上厕所去啊 就是轻装上阵 大家都懂了 好 那这里的话 是属于对小孩的比赛继续啊 到这里比分还没改过来 其实比分是1比0小孩领先的 领先的情况下 打的这个还是双方的首发并没有变啊 还是有理对这个 呃 库拉 一个AB魂 小孩的生龙对空 那血量是属于稍微有一点点的领先的 版边那个CP反战 凹一个生龙没有凹中 这个生龙没有凹中以后被打到版边 哇 起身抢一个战士抢到 那这一个跳地下莫地直接被小孩 起手就是一个PC的连段 直接打完以后 现在又是小孩先拿下了 呃 水鱼的尤里啊 是翻盘拿下的 那这里的话 库拉的话资源还是挺多的 现在还有一个G 打的是 呃 水鱼中间的好玩啊 跳皮 啊 1比0啊 1比0 手机改锁 嘖 好 1比0啊 2比0啊 油梯 2比0 他上时胃 转士不会没有平靡 要不让他站实力 那这里的话是小孩啊 小孩现在是刚刚首发的库拉被拿下 而且水鱼的红丸都没有属于太多的血量 所以这一个中间站打起来还是有的打的 那这里的话血量已经翻出来了 属于血量里先 小孩的大声龙确认必杀 打完以后是水鱼被压在哪边 水鱼直接一个站低先爆了BC 爆了BC以后逃出版面 直接一个EX波没打中 小孩AP躲掉 就双方血量僵持 小孩有两个气的资源了 再一次想攻 水鱼刚才想站低上乱动 直接中了一个波 这里再跳入直接小孩缺了火星生龙 直接缺了必杀 已经来到了小孩的赛点了 只剩下手底的金馆掌 水鱼只剩下手底的金馆掌 那这个是小孩的赛点 小孩在赛点拉开直接加气 因为只有一个波 只要发几个波 就能把一格气加出来的一个情况 那小孩也是赚了赚资源 金馆掌抢攻 刚才一个跳A 小孩直接躲掉我往前跑 因为他是正义跑跑进了板边 在板边被压制 金馆掌先到了BC 板边连续的抢攻 小孩再次AP滚出板边 那果然像阿仁说的小孩打得有点龟 但是 这龟带来了非常稳定的一个防守 一个大声龙 大声龙以后是在K上队有一个系的 跳CB 原来阿仁已经进入了最终八强 明天才要打的 现在不用再打 阿仁今天不错啦 还在胜者组的 四星把五星也成功了 对 金馆掌面又突进小孩打完这一套 打完以后是小孩血量已经翻过来了 小孩怎么打这么沉悟 对 打得这么龟 这个用膝盖挑他后脑 对对对 那个跳A其实用的是膝盖 好 膝盖直接破他的后脑 还是小孩的赛点 那小孩有个满血的八神 现在资源算是水一两千 对 金馆掌资源两个气打得这么多 算一半 算不错 也还可以 我有机会 而且马上抓了一颗气 小孩现在没有出了资源 打完有血量吹上来了 近身的一个强者是用的是头啊 没有头中 哇这个运气真的 就是最后这个流资源运气 好选一选 增加阵的话用的是 还是刚才的那个明天君 还是有选明天君对吧 那这里用的是 呃 尤里 耐桌明天君 好像明天君手底都要成 哇 那开场的这个也是非常冷门的比例啊 比例来打这个尤里 其实 我不知道编哥了不了解 因为我拳角是我跟我拳嘛 其实我觉得这两只角色都很强 比例很强啊 比例爆发力强 那个手脚你仔细看哦 是 范围超大的啊 那手脚就 衝 这个 男精打 打不良啊 打狗棒法 真的哦 我很少看到比我长的啊 这个玩家这个角色就是啊 就做坏了啊 他发尾做坏了啊 然后打到一下爆气就是半屌 一可气哦 快半屌 比例的特点就是长 他一直就是在历代里面都很长 因为他的特点就长 但是他的爆发不会太高 通常哦 宣比例的只会怕一只 现在是不是已经做坏了 爆发做好高了 就会怕谁 交换他 好啊 怕怕 有没有 这个更铁球更暗啊 那这里的话只用了大概 三分之一的血啊 增加症 拿下了那表哥的这个体力 然后这里表哥 看到科商的 这空头是愈怕吗 直接用 没有那个是 还有浮空慢地 那可以抓空头 哦 可是可以抓一个 二级带走啊 指令头戴必杀 二级必杀啊 很胖啊 哭了啊 再折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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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拉开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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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左邊突破 這個我過去他就是真龍啦 從左邊突破去右邊 再從右邊突破去左邊 沈穩 可以了發了一條血 發了一條血這裡 增加震的游泥 差不多空血的狀態打這個 差不多滿血的克阿克 這要看一滴的無責任爆氣法 有沒有一點存效 這還是要沈穩喔 先想把他打這隻打掉 來 漂亮 直接帶走 為什麼都選比例 表哥每次都選比例 那個是角色愛 角色愛 我真的有炮嚇到你了 好那現在表哥只剩下 手底的紅娃 還要打這個麥卓加 明天君兩個滿血的角色阿 不要怕 機會還有 來 哪一邊 哪一邊 一次左一次右阿 這個我個人認為這個 輕腳輕腳下動腳多壞阿 喔 因為是震軟 哇這一半真的很傷阿 麥卓這裡一個大連團打掉表哥呢 一半以後呢 這個表哥這裡有點難 這個會不會有點難打阿這個 看還有沒有機會 還有沒有機會 還有沒有 吳澤恩爆氣板 慢慢往板邊推 剛剛那個空雷打中硬直還挺大的 一下推到板邊了 沒錯 來 帶走 緊張了 緊張了 我不敢說話 選手一點緊張 哇 我確認 版中的一個摸中以後 直接確認爆BC了 其實齁 我說實在的這一版的 嗯 這版的這個叫做 十四代 已經其實很多角色你看 都能玩阿 是 你上一版還要好多人 可是還是有修改空間阿 還是有修改空間 就還是有一些做壞的角色在裡面 對吧 有有有有 那1比0阿 增加震戰時領先表哥 1比0 1比0 真夠虧對不對 對比賽就是要這樣打 比賽要這樣 要贏就要這樣玩阿 比賽你要把你的防守能力展現出來阿 就是從左邊 突破去右邊 不過欸 因為 這就算是我們 老鄉啦 對對對 開玩笑他們其實真的 不要 開玩笑之外的話 其實 真的打得很棒阿 是 還是 這裡是 沒有還是 這是紅碗打那個 紅碗打有理阿 哇你看這紅碗在抓到哪裡 你自己看 哇 洗頭都不是洗頭的威斯對不對 哈哈哈哈 好 那洗完以後有理是掉了好多血阿 來 來 smash 再來 哇 不管了阿 一下就好 晚天的一個PC連打完以後 現在 唉這一下變得漂亮可惜 哇 還有沒有 好 反面繼續折 哇 這套路都是想好的阿 你看 動不了 動不了 欸這個AB就抓了 這就是抓AB的 這一個挑鴨就是抓AB的 抓到這個AB以後 現在血量追上來了 紅碗下去掃倒 哇 反面連續了喔 發波魔血 哇 這個反而被 反擊百合很痛阿 是啊 反而被增加正搶到的招 不是一直加的嗎 那空雷 增加正法的搶招 一定要思考一下 其實他一開始還打得不錯阿 對對對 要想一下 想一下 好來了 這個大門克拉克出場了 哈哈 哈哈 來了 來 兩個中場的意思 唉 爸爸抱沒有中 沒有中沒有中 爸爸抱沒有中 來 有機會 爸爸變了大門克拉克 克拉克五郎 騎臉腳 哈哈 一個跳CD的一個瞎殺 膽疾了不管了喔 他以為那個江沙是帶走的 沒有帶走的 結果的話已經試選了 趕快擠氣 哇 直接下D掃倒 這個不管了阿 這個漂亮 厲害了 這一個佛雪要護前拳 你知道 痾 你知道 我覺得 比較 有意思的點在哪裡嗎 就是在於說 這個 一廳沒有玩大門 我覺得 連我玩真的大門我都蠻心動 我正是想把他當主義 大門有人欸 他可能覺得這個 這個才是刀 他認錯人 他已經認錯人了 因為 外國朋友都是為了 克拉克什麼 這裡一個必殺的一個爆抓 抓到了以後 血量已經再一次很先 賣錯連續的話 大波去打這個 空間 把地面的空間都佔據 就是不到 克拉克近身 很難近身啊 是 近身的機會 用來抓紫密頭了 沒有抓到 哇 哇 這 帶覺醒 帶走啦 這下去 哇 這 這一下滿血都被他投死了 到底真的是 這下去 但是我覺得還是才老二比較棒 男性角色比較棒 好 這裡是 手底的明天君 看一下 曾家正手底的明天君 是不是爆氣的那種玩法呢 第一次被人逼出來 前面都沒有出場過 這裡明天君被逼出來以後 是 這裡 起身直接指令頭鴨起身 哇 這很敢抓啊 連抓了三個指令頭 抓中兩個 鋼體再抓 爆爆天荒地老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這是騙中斷 這是騙中斷 中斷加一個機關槍拳 沒有擴張 哇 爆氣啊 開始要來囉 這裡明天君的血量 居然是落後了 所以的話 曾家正的打法有點激性 然後開始不斷地搶攻 哇 這個我猜 呃 我猜 曾家正是不是剛剛 他抖了兩下 手抖兩下 要用一試一試 我不太知道啦 但是 等一下我可以私底下問他一下 對 大家都在偷笑啊 他們兩個 兩個都在偷笑啊 那這裡 不知道要不要換人 曾家正有沒有換人機會 然後就是 思考一下 看一下要不要換人 這個比賽 雙方的決勝局 沒有問題的齁 嗯 是 他們打得好開心啊 很奇怪 就是 就是 從台灣來 然後 欸來這邊打 在家裡打 剛才有沒有一種啊 放我下來 我一直在天上的感覺 對啊 爆到天荒地了 隊員增加症好像 沒怎麼落地的感覺 被克拉克爆得好慘 那 欸這裡真的有調整 因為他敗者 雜辣度 如果正正選雜辣度 等一下也要請達斯大餐 哇 哈哈哈哈 要不要這麼冷啊 哈哈哈哈 反正 這裡的是百合 還是剛才的百合加賣卓 然後第三個角色在思考 到底要不要來個 來個冷門一點的換人來 來欺負一下大表哥 沒有對象啊 我有說真的齁 這個 呃 ED的角色我覺得 也都是還蠻不錯的啦 對 然後 呃 這算是 性能如果你在玩RPG 算是好像有法師屬性 好像 就是 屬性 好像比較 無音君 喔君好屬性的 可是你看 跟他正選的 他就比較屬這種 比較 沒有辦法 就是比較 那種遠程脆皮啊 對啊 遠程脆皮啊 還有輸出一波流的那一種 就是那一種 就是 劍走偏鋒 那增加正剛才做的調整 是選莉安娜對不對 好像是選了莉安娜 對 對 因為莉安娜還是很強 謝謝 哇 這一個 大跳過去 大跳其實也打到了一個立向 那個 正遠距離打一個立向 比較難看 那這裡大表哥開場 用的是莉安娜首發 把克拉克手底去了 發現對方打克拉克 對時候不是很足 用了克拉克手底 哪一邊 你看莉安娜想不想 你自己看就知道 那個爆發 一個氣的爆發 就是把血量翻過來 左右折 折到 哎呀這個 中全複合很漂亮 直接帶走了 太痛了 這太痛了 然後這裡 大家的連段都很痛啊 其實先把哪一波流的 這個 把哪一波的 誰的莉安娜先帶走 我覺得 勝利很大 是 只要把莉安娜先消滅掉 後面就沒有那麼 那麼 一波的一波流了 只要殺直接倒地 其實我個人喔 剛剛覺得 呃 一定 他換的順序是對他 一個好還是不好 覺得可以想想看 怎麼看 他換了什麼 他換了順序 順序 對 他其實就是 這個順序應該不是他一個 常規的順序 他順序是力壓到手底 他 但是他是發現了 曾家正打克拉克 沒有太好的辦法 然後他就把那個 克拉克給藏起來了 我藏在後面 萬一我打不過你 我克拉克還能欺負你一下 對 他藏到後面去了 這個對策還不好的話 要看發揮了 那 現在的話是雙方都有兩個滿血的人了 那差不多了 那如果能把克拉克成功地藏在後面的話 但是他脫掉了應該 這個爆VC時間被打的硬直 哇 哇 這個爆VC時間被打的硬直 哇 好痛 這個連盤我看就都動了 對 內褲都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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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褲 我不只鬆掉還都撕的 我都掛掉了 哇 這個 哇 那真的 大秒科這個換人的效果開始出來了 只剩下一個三星賣抽 然後要打兩個人 而且後面是一個被側面不太好的克拉克 四顆系齁 很難講齁 很難講齁 四顆系的脈搓 如果沒有人被他發揮出來的話也是很厲害的 而且後面的克拉克打脈搓也不太好 結果現在沒有四人啦 這個很痛苦啦 我們玩在旁邊已經連擋不知道多少個CP了 一個DC踩到嘴裡出去 哎呀這下 這下正大意啦 大意的齁 被卡招 我們玩這個卡招真的看見都痛啊 這樣這就是概念的不同 對 如果今天是這個人 我早就爆去了 你知道嗎 我剛剛早就爆去了 早就爆去了 先把氣先爆掉 但是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對 但賣桌的資源也夠啊 剛才這一套直接帶走的以後賣桌應該可以把血量加回上去 這個好看啊 這一個大家最後一個人賣桌很足的資源 而且 爆了 不囉嗦 爆了不囉嗦 又是這樣啊 跳CP不斷的踩臉 哇 EX波直接踩在波上面 這個克拉克其實是很痛苦的 對 這個波又慢又大啊 克拉克這一個平靜身 直接被強了 這下真的是比賽難免啊 是 那個 那個 表哥的這個打法有點積極 哇 帶走了 他其實血量是他領先的 他不斷地下攻了 他打得很積極 哇 這個帶的是 這個必殺 絕水啊 哇 直接帶走啊 那表哥 表哥把增加 哎沒關係啦 世界冠軍都幹掉了 跟宇宙草一樣 哈哈哈哈 宇宙比較可怕 哈哈哈哈 宇宙的那個比較可怕 沒有沒有 我是說宇宙比較 比較大一點 比較大一點 感覺他連那個 罵美克斯人都被他打死了 哈哈哈哈 來囉 切入啦 一開始就切入啦 是 對 其實我對大家的 打莉安娜的打法蠻有 就是 我會去看他們怎麼打莉安娜 是 對策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不要 要把他們的那些精華吸收一下 對 吸收一下 哈哈哈哈 打莉安娜也差很多 因為莉安娜那個 那個 那個手不知道怎麼做的啊 哈哈哈哈 人家這裡要穩下來齁 對 有發波 快來了 17連打完以後 只有他就必殺 這個必殺打完以後 打完以後內褲就鬆了 邊哥 內褲很鬆啦 但是你看 這個就是做了什麼 為什麼他 會被打到你知道嗎 雖然清巧是正的 但是 他搶招了 搶招 下重手就來了 如果他想跳的話 不是 連動都不行動 動都不行動 你搶招就中下重手 所以這次角色有多麼 厲害 你都知道 包括他剛才那個 那個逆向也是壓洗身的 也是一個折 剩下重手漂亮 剩下重手漂亮 這裡的話是 呃 增加正的尤里滿血 拿下了剛才的那個 呃 波仔的首發 那首發力壓道被打死了以後 現在打尤里的內戰了 這一次 內戰對決啊 內戰對決 資源雙方都算多的啊 來這裡的話 當然是增加正的尤里 還給了一個四星的尤里 哈哈哈哈 四星的尤里 這一下打得真的是 呵呵呵 更不能動換掉了 哇這一整套啊 就是不給你機會啊 你打個房子啊 新的一個連招 打完 欸這個聖龍隊可對嗎 你知道為什麼呢 所以增加正的 他以前過完四星的角色 你看 其實是 都很了解啦 對 很了解啦 是 那同樣波仔也是香港那裡最強的 就是 應該是最強玩家 對也是最強的玩家 所以他這一次 要敗者主已經是個意外了 就是那 我不知道他今天是不是真的 沒有把自己的強 強 長處給發揮出來 那結果這樣開場的話 對他來說 很厲害 所以我們就把他在這裡打到一個 VC連還是把血量 先先進去好 走 哪一邊 左右走 再點到了一個戰兵 沒有確認爆VC 然後在這裡 被打到一個立下 通了 兩個去的一個立下 好痛啊 好痛啊這個立下 反正有你真的有改的風險啊 這個角色還要再改改 來啦 這裡點到了一個下兵 直接爆VC 欸這個 這個人現在為什麼 為什麼要動 因為腳 在搖桿放在腳上 真的有差啊 真的有差啊 腳癢了 躲了一下 看到美女就 歪掉了 很容易啊不是嗎 有道理有道理 所以我不放在腳上的原因 是 要反動就是這個道理 那這裡的話是 沒有辦法能做我 哎呀 這個破防 直接帶走了 曾佳正 1比0領先波長 1比0領先波長 爭奪的是今天的最後一個 八強名額 波長要思考一下啊 我們要思考一下啊 有一個換人的機會 然後波長 波長不知道他的英雄詞生不生啊 我平時也很少見他打 所以我也不知道 再看好 來 來開始了齁 順序是不是有換過 沒有換了 沒有換 全部都不換 三方都對自己的決勝 非常的有信心啊 就是這個金角 我真的 受不了啊 做壞了 做壞了 感覺這個是暴走力啊 暴走力啊 反面的魔血啊 他上一版 想跳出來 沒有啊 痛苦了 這不花支援出去 就很明明就 就 鬆掉了 只要你被賣球這樣磨的話 他就算不破防 他很快就有支援 他磨緊下去 這下因為反轉手 反轉腳是勝的 你看波仔現在 你看他 這次人 真的是很難講 你看 剛才同一只塊龍棍就插他一下 是 這就是高手之間的心態對決 這個布袋沒有成功 這個前AD沒有被波仔抓到啊 沒有被波仔插到 就直接增加上 反而抓住這個機會 起身體後強 然後 跟兄弟們你們彈幕要多一點啊 好不好 阿倫講這 講解最後一場 你們666就先幫阿倫抓起來好不好 沒有 他們在那裡討論女性 女性角色是不是全部都做壞了 這個已經不是 對啊 因為每個人奶都這麼大 對啊 這個都不是pin of fighter 就是pin of fighter 對不對 沒有被女性別受到很強的感覺 對啊 兄弟 好不好 沒有要刷起來啊 沒有抓那邊6這搞什麼 這個抓厚厚抓得好厲害 這個波仔是用生龍抓厚厚 就是抓這個後AD 抓到以後又打那個有你的內戰 這個是不是分誰裡 誰有你內戰打一次面對 哈哈 來 哪一邊 有點難看對不對 藍色的是增加陣 然後紅色的是波仔 兩個現在要抓住集合 誰都不敢過來 對 好痛我的天啊 這角色打人太痛了 爆發高 你敢跳我就不囉嗦啦 好像街霸的普遍了 你幹我就蹲中拳了 喔這個 這角色真的喔 哇 小朋友不要血啊套路 反向衝龍然後那個必殺還要是反向 套路啊 不是 反向再反向 哇 這個絕招沒用出來是對策嗎 他不想要再給他一下就好 喔 喔 哇 這個插盒打得漂亮 拿下 下皮打的插盒 喔 不管了齁 就打個巴掌再說好 就先拿下再說 有理由沒有魯瑤 我只能告訴你齁 他會 破壹啊 你等一下看他保證破壹啊 如果用招式打死的話 對 這個破壹也是經典啊 以前九十九五才有的這個東西 現在全新恢復啊 對阿 這個是官方福利啊 哇 曾家正跟波仔打得很沉穩啊 對 如果說他們之前打那個有理 內戰會不會就是分勝出人 其實是有理 就有理 誰的有理拿下來 我不管支援那是血量 都炸了一點點 應該很難講 因為 他們兩個 有莉安娜 莉安娜也很難講 不很講 手底 對啊 啊 痛了 痛了 血醒啊 他不管喔 這裡都是無責任的打法 全部都是無責任的打法 不錯喔 兩連頭不敢解喔 怕被打亂動 再丟 真的被頭兩下都會被打一下的 你看 真的無責任的 這個後銜直接AP剛掉了以後是成功 機會來了 還沒死 還沒死 沒死喔 支援不夠 槍殺啊 這一下槍殺拿下 這要思考一下 要思考一下 要摔他沒有摔到 他解釋了一下 解釋了一下那個摔沒有摔到變成了槍殺 那就這一個是雙方再一次打平 這個最後一個名額真的這麼激烈也是正常 因為兩個都是 高手 這個輸贏真的很難講 兩個都是頂級高手 所以的話雖然是一個敗者組的名額 那真的特別激烈有總決賽的感覺 要給他思考一下 給正下正思考一下好了 東東不齒傳說沒有這個下路了 這個 哇這個跳路好傷啊 還算沒有死 欸 一樣喔 再來 跑跑摔 還有沒有 跑摔以後血量追上來了 還是賣錯打力阿拉開場 雙方都沒有怎麼改那個自己的順序 摩訣 哇這個都沒給他動阿 是阿 加針加這麼多嗎 這樣摩一下 他那個後前腳沒有加針 問題是有的不想按阿 就怕你按他凹了一下這樣 正在趁把資源花掉從角落逃出來阿 是 逃出來以後我覺得比較好啦 哇這一架相當的漂亮阿 是 因為其實要近身賣錯不容易阿 對 他逃出來就好了 你看近身賣錯掉一兩百血很正常阿 就是要近身的話 利安娜的戰心搶到招都是沒有破防 哇真的 壓陣了 是我這樣跟他在網路上打嗎 這個手手腳腳我真的按得很好 沒有對空 沒有對空可以對空 他才在下 哇 要不要打成這樣 要不要這麼激烈阿 大家同時丟掉了先鋒阿 打得好激烈阿 真的好激烈阿 果然又是這個對決了 唉 這個對決是分水嶺阿 哈哈哈哈 誰 有理對有理誰打贏的話誰就 阿 贏阿 他們兩個之間是這樣阿 來了 直接帶一個 滿資源帶完了以後 多少個資源 不要擔心喔 換這邊直下就好 哇這追沒有追到相當可惜阿 波仔拿到的這個李仙以後是在板邊打防守的阿 那看鄭家鎮怎麼進攻阿 不斷的在爭氣阿 這也要抓一臉 漂亮 這一個在空中打中密箱不能連招 再用密箱打中 再折一次 漂亮 這一個等了一下喔 你不動 我摔 馬上摔 所以剛才說要摔到不是開玩笑吧 他真的只能老是摔到 真的要了齁 我都要摔 好那這裡的話是波仔的手底都不適合我被逼出來了 看他的生龍準不準 我真的 覺得 是 這個家鎮的生龍齁 是 這個 跳屁生日 他的生龍是很低點的 喔 滿準的 是 滿好的 那這裡也把血量反超了 增加鎮的一個PC點 然後血量再一次領先波仔 哇嚇中手 真的有臉 跳出成功 正下帶走 沒有啊沒有氣 一絲血 必殺 凹出來有沒有凹中 先逃走啊 先逃走 這個逃跑的代價 有點大 愛的代價 真的 哇 你跳我就公眾拳了 就 增加證據後拿下波仔的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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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